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老兵手上的史料看 日寇第一次在离石制造产案是在1938年2月22日 这天下午5点左右 日寇湖口那旅团约6000多人入侵离石九里湾 他们建房就烧 建人就杀 连畜生都不放过 这一天 在九里湾村被日寇杀害的乡亲 刘月有福和他的妻子 孙子 以及白喜泽 林伯杰 刘润宝 刘全宝等人 他们被日寇熏死在一个山药窑内 还有刘星医 刘星圣等21人 被日寇用军刀砍死或刺刀砍死 丧心病狂的日寇 在九里湾村除了杀人 还到处监乌妇女 甚至连老妇都不放过 有一个姓梁妇女年近六旬 竟造十来个日寇监乌 还有八十多岁白万龄老伴和白定英 被日寇吊在树上 用刺刀捅死 九里湾村一共只有六十户人家 这一天就有三十七名无辜村民被日寇杀害 被抢走的粮食 家畜更是无法计数 史料中记载的日寇 第二次在离时施暴是在平头村 一百四十户的平头村 一共有一百八十七名群众被杀害 一九四三年十月十九日至二十九日 日寇四百多人在其少校新官司令的指挥下 从县城出发 突袭了距县城三十六公里的平头村周边的岳家山 樊包头 大西局 王家庄 寨泽山等二十四个大小村落 日寇在平头村抓捕了一百多位村民 用麻绳反混双手 三五个人串成一排 再拨 开上衣 露出前胸 用刺刀刺死 而后推落二三十丈高的疙瘩牙 独燕取身勾内 凡是被抓的人 上字花甲老人 下智赤懒婴儿无疑放过 日寇的杀人手段非常残忍 平头的薛安德 躲藏在沃龙宴被抓住 与延安启等十一人被兽兵们用刺刀把手腕和锁骨穿开 再绑上写丝拉回 最后 被活埋在薛新旺家门外 在王家庄自然村 薛全方十三岁的儿子被绑在枣树上 日寇用军刀剖开他的胸膛 将心弯出 还有一位六十多岁的老中医 因走路不便 被日后刺死后推下悬崖 在赵家山 村民高全喜被绑在枣树上 日后用军刀弯掉他双眼 面部肌肉几乎被刮尽 家人领尸时 只能从衣服鞋上辨认 还有年轻妇女薛粉妹 他抱着吃奶的孩子 被日后用刺刀从孩子背部穿进 直透母亲的后心而出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